昨天跟各位提到了所謂的我們參加第一種纖維跟芳城的成就 委屈丙徽的規格 這是我們工程界非常有名的火山芳城寺 那麼各位 除了在我們的工程以外 在我們的機械以外 它在其他像地基工程 材料科學等等 它都是甚至於核子工程等等 擴散方程式是一個很基本 很重要的方程式 那以我們機械系來講的話 我們就用一度空間的熱傳方程式 給這個介紹 那所謂一度空間的話 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平板 這個平板呢 有一個X方向 零到L 它的厚度是L 就像我昨天跟各位介紹這個機械 那麼 這邊有固定的U1溫度 這邊固定的溫度 固定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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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的溫度 那這裡的溫度 就是X的溫度 當然它也是時間的溫度 因此我們會得到一個回分方程式 就是U的X的溫度 X的溫度 然後分子1的溫度 就是對於這個位置的兩次為分 對於時間的一次為分 那麼它是位置來講 它是兩次方向式 所以必須給你兩個連結條件 第一個 在任何時候 X的溫度保持U1 第二個 在任何時候 它的位置在L的時候 它的溫度保持U2 然後對時間來講 是一次方向式 所以必須給你一個起始環節 就是所謂的U 在任何地方 時間的溫度保持U2 它頂多只是一個X的函數 當然這可能是常數 但是它不會是期間的函數 那對於這種有限位置的 就是finite region 有限位置的片為分方程式 我們常常用的稱之為分離變速法 separation variable 我這邊強調有限 所以等一下或是下一次 我們看到它的位置 它的region不是有限的時候 可能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沒有其他的方法 好的 我們去假設 整個溫度不是很會全部 溫度是位置跟時間的函數 我們想是它可以變成為 純粹是位置 與其純粹是時間 兩個函數的相乘 這個部分 其實高等為基本 這個地方證明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方程式 代入原來的方程式 所以變成為 代進去 所以微分兩次 然後這邊是 然後這邊是 alpha分之一 這邊是微分一次 對,時間是微分一次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手術 這個方程式 就是用X 來給它做 除掉 然後等式的左邊 就變成為 這個純粹就是X的函數了 這個就是純粹T的函數了 這個就是純粹T的函數了 所以左邊是X的函數 右邊是T的函數 兩個要相等的話 我可能X等於T 因為兩個是獨立變數 唯一可能是等於一個長數 那麼這個長數呢 有人講的笑嗎? 不太好笑 不太認識傅老師了 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在這個case裡面 應該是一個正或負的一個長數 首先給各位證明了 假設正的長數的話 我們帶到這個方程式裡面去 我們會得到 我們會得到X 它的解釋是C1 還有X2 C2的一個capX 這是什麼? 我假設把它化成圖的話 我們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們看第一個解 1的 C的EKX 主要好像這樣子 這是C1 第一個capX 第二個解呢 是C2 這個解釋是C2 一個capX 兩個要相加 兩個要相加 所以這兩個要相加 然後呢 我要滿足條件 條件呢 就是我剛才的邊界條件 那我也可以滿足邊界都是0的吧 因為我剛假設U1 U2 那U1 U2可不可能是0 有可能啊 我就用0來做例子 讓各位來證明給各位看 這個就會失敗 好 假設是0的話 首先我們第一個 0等於C1 加C2 第二個 0等於C1 EKL 加C2 一個 4 5 各位看看 不管你的X在什麼地方 有沒有可能 它的解得出來是0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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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C1 C2 可以調整這個證負 以這第一個方程式來講 C1等於F2 C2 C1等於F2 C2 就是F2 就是F2 可是加起來 可不可能得到那個證負 也是不可能 所以 那更 這個 我們這個 專業的講法就是 這兩個函數 是互相為線性獨立 所以你要呈上一個C1加C2 要等於0的話 只有一個條件 而且是這個 弱且微弱 充分必要 兩個都是 C1跟C2 必須都是0 這個加起來可不可以 那麼得出的解就是要虛解 對我們人沒有用 所以我們必須取 第二個 負長矩 好的 我們來取一下 負的長矩 所以我們就有兩個方程式 第一個是 第二個是 所以從第一個方程式我們可以 把它寫什麼的 這個可以加上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會得到什麼解 我們會得到 x等於 來 假設 kappa不等於0 kappa有沒有可能等於0 有啊 有啊 有可怕 我們現在不等於0的 就是 cosine sine 好 好 這一箱呢 代表 kappa不等於0 都會哦 nm大平方 0負 不對 nm大平方 加kappa 0負 所以我們會得到 正負 kappa 所以答案是 cos kappa sine kappa 了解好 好的 第二個case呢 是kappa 等於0 因為你也不能夠忽略 kappa 等於0 kappa 等於0 為什麼我要特別把它講出來呢 因為它的解分這個解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0 所以兩次微分等於0 一次微分等於常數 然後原來的函數就是1次方乘10 OK 這個就是我們的x方向 就是位置的函數 好 再看這個 這個呢 1的1次微分 加上 一方appa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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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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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1 0 0 1 0 0 0 2 1 2 0 2 2 1 2 0 2 所以兩個是為分等於零 一做為分等於零 所以它原來的解是等於零 OK 我們有這麼多解 一 二 三 四 四個解 而且我們要湊回去的時候 記得它原來的解是這兩個相乘 那相乘的時候你要橘子對橘子 蘋果對蘋果 所以卡法等於零和卡法不等於零的相乘 卡法等於零和卡法等於零的相乘 好的 然後我們上一次跟各位介紹 這是一個二次線性偏文分方程式 那我們為什麼要強調線性 這個線性跟我們在上學習公數一的時候 介紹的線性為分方程式 你的意義是一樣的 什麼意思 假設這是你一個圍分方程式 所以前面的圍分像 這一個意思 好 假設我們用七次方程式來解釋 我們得出的解叫做phi1是它的解 phi2也是它的解 等於零 則這些解的線性組合才是它真正的解 因為它是線性方程式 那我們這個片文的方程式呢 原來的片文方程式也是一個線性 還記不記得 Wei2 我曾經用uxx加上uxyIEM 我們用Y、UX、UY、UX、U、X, X,Y 現在Y是時間 我現在是兩個變數 兩個變數它的這個線性方程是怎麼樣子 就這樣子 這邊可能有A 沒有B 然後有C 我們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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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所以這個是線性方程式二次的 兩個獨立變數 它的線性方程式 那我們是有這個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沒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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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線性偏違反方程式 所以這種 這樣稱之為superposition 就是疊代定理 就是所有的解 把它做線性符合加起來 這才是它真正完整的解 所以我們的這個 篇尾分方程式也是類似的 好的 我們來看看 所以把它放到原來的方程式 這個是L 乘上 所以我們會有兩組 統統把它寫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都是它的解 所以把它的解 轉線進組合 好的 所以第一個 這個要乘上這個 為什麼 大家都是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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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pa 不等於 所以 A B 少一個C A B D E F G H 我把 F 乘上 A F 乘上 B 把它畫成了兩個位置 所以你不要寫三個位置 寫那麼多位置到時候沒有那麼多條件 解出來 所以這地方就把它少一個位置係數 好的 這一部分是kepa 不等於0的 再加上kepa等於0的這一部分 所以這個 F乘上 G 乘上 G 又是一個長處 所以 對不起 這兩個方程 所以 D E G H pi J 所以變成為 加上 J X 加K K 沒有用過 H pi J OK 所以這部分是kepa 就一定的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完整解 這個將來我假如說給你一個題目 在還沒有應用到邊界條件 70條件之前 只要是我剛才的那個 U的兩次為分 OK 表示 我沒有給你條件之前 這個就是它的解 接下來 這些係數就會不一樣的 是看你將你的這個邊界條件怎麼樣 是吧 好的 好的 我們就把我們的邊界條件拿出來看看 我們怎麼應用 那麼在解纖維的方程式 或者是在解 這個我們會放成是 應用這個條件的時候 我們一個原則就是 越簡單的越先用 什麼叫越簡單的 例如有X等於0啊 什麼的 或是一代入之後就可以把什麼消掉啊 這些是叫簡單的 好 我們第一個捐定條件 這個看起來還蠻簡單的 為什麼 這裡面有X等於0 所以我們會得到 好 一代萬 所有把這個方程式裡面 屬於X的一方通通變0 所以第一樣 cosin的0變多少 1 sin的0多少 0 所以我們在 然後這邊 x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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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好的 我現在得到什麼結論 這u1一定是一個常數 對不對 我要固定給你幾度 100度 20度 0度 那這個是一個常數 乘上一個 函數 這是另外一個常數 这个方程式里面它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说一个常数 等于常数乘上函数再加常数 马上我们用我们的逻辑 我们就知道你谁必须死掉 Right 因为常数是不可能等于函数的 这个要适应于任何时间T 所以要满足这个条件H 必须要死掉 所以得到什么 2u1.k 太好了 所以我们先得到一个 这个是 1u1 我们一样一样把那个位置系数写上去 再看第二个 u1.u2 u2等于再带进去 好的 所以就是 我先以后再把它继续写 所以 所以 H没有了 i sine capital l 然后乘上 一个 1u1 再加上 jl u1 好的 我们再用刚才的理论来分析 用逻辑 等式的左边 1u1 是一个常数 它等于另外一个常数 乘上一个sine kl sine kl 也是一个常数 然后再乘上一个 行数 再加上 这三个 都是常数 来 大家看看 有没有可能 只有唯一的 什么可能 这一项必须使用 为什么 常数不可能等于函数 这项等于0的话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i等于0 一种是sine cap l等于0 你觉得要哪一个是0 最简单 i是0 i是0 刚好h也是0 所以i也是0 所以这项没有 这项没有代表原来的函数 有没有t的函数 它只有x的函数 简单是简单 但是这个不合理 没有用 所以i不能定它为0 i不能为0 只有谁可以定为0 sine cap l 这个好像我们自己 在我们的福利液里面 最后一集 我给各位介绍 stern vill vill 还记不记得 stern vill problem 其中会得到一些 它的解 它的解 会是一些正交函数的组合 好的 所以我们得到数料等于 那上一代什么时候等于正佛N派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tepa l 等于 m i 然后 tepa m i 除上l n 是等于 0 正负1 正负2 等于0 1 好的 我们来看看 这几个 这几个 我们需不需要的所有的N值 首先我们看负值 负值我们需不需要 负值 反正这个负值的话代表它是这个是负的 这边代表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负值可以不要写 N要不要写 N等于0的话代表什么像 N等于0的话 N等于0 N等于0代表kapa等于0 kapa等于0 kapa等于0在这里 所以这里面需不需要kapa等于0 不要 所以这个也不要 这个负值也不要 只要正值就好 好的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很重要的kapa求出来了 原来kapa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无穷多的这个数目 这个数目呢 我们有时候称之为 Igon value 各位家还记得的话 好 还没解决 还没把这个方程式完全用完 然后呢 所以这一项是0的 我们不要管它 然后这个常数 会等于这三个常数 得到什么结论 所以 这个L是固定的 所以J 必须要等于 U2 对 U2 -U1 除上L 对吧 OK 所以我们会得到 我们去把我们的 能够写出来的解决写出来 所以J是等于 U2 J 除上L 然后Kapa呢 通通都写成为Hmail了 Hmail了 bonding 然后Kapa 呢 O 会 就是 当事 那就 Kapa 等于 看 分之n还有01方分cd'. 他这一项我的n代表无数相的合 所以我们用数学来写的话 不要写什么麻烦 我们用sumvention n等于1到重大 OK 所以現在還有什麼位置係數 這個 還有一個 這個怎麼求 我們還沒有法寶 有 還有最後一個 我們的起始條件 起始條件的話就是當任意的位置 時間的年齡的話 都是一個位置的函數 當然這個可以是長數 也可以是函數 但函數的話不可能是時間函數 只能是位置的函數 好的 我們把它帶進去 所以 這是我的解 我都能把起始條件帶進去 你把所有的時間都變為0 所以時間變為0 更像不見 而且要注意的是 這裡面每一個n 它對於i可能不一樣 所以這邊的i 我們要寫成in 所以本來以為只有一個位置數 現在有無從多個位置數了 不要緊張 因為這個你們看過 再加上u2 就是u1 好的 這個呢 假設我把這一項 阿里布達的撿過去 我把它寫成為 fx-g-u1 這一項呢 我把它稱為一個新的名稱 稱之為大F 它給我們sumation 分為0w的群大 i分為3 分為5x 我們現在就看這個就好了 熟不熟悉 熟不熟悉 其實這就是傅立業當年 他在算熱傳的問題的時候 得到一個結論 哇 他的結論是 任何一個週期函數 可以表示成為無窮多個 sine cosin 或是常數的線性組合 OK 所以這個 其實就是把F這個函數 做什麼東西 做它的傅立業極數展開 而且是偶函數展開 還是積函數展開 而且它的週期是多大 2 這裡是L 所以週期是多大 2L 不知道誰的週期 F的週期 而且F是一個偶函數 還是G函數 偶還是G 上語函數 上語函數是一個什麼樣子 偶還是G G函數 G函數 所以F of F也是一個G函數 它的意思就是 我不知道F長什麼樣 因為我們不知道小F長什麼樣 對吧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可以把 零到L之間 我們劃出 這個多的F 然後呢 它的意思就是 把這個F做G函數展開 把這個代座展開 然後呢 我們不需要完整的這個解 我們只要這個 零到L 因為零到L 就是我們那個 明明牆它的位置 所以 除了零到L之外 其他地方 We don't care 但是我們用它的 這個週期函數的這種特性 把它分解成為 負利液極數 請問I知不知道